军人已经逼近了三八线 卓旭 据估算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 就已经是超过三十三万人 再加上美国远东空军兵力 三万六千人 海军兵力 五万九千余人 三八线 是刀坎啊 我们可以找印度大使潘秘甲 让他带话给美国 不要低估我们中国人民反对美帝霸权的决心 这个都罗门还耍花招啊 他穿夺着 安理会的有关国家搞了一个八国提案 企图为联合国军占领朝鲜提供法令依据 这次被苏联一票否决之后 并不死心 他们将八国提案直接送到了联合国大会 准备由他们控制的大会 投票通过 好一个势强凌弱 恩来啊 明天就是新中国诞生一周年 美帝国主义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 分量不轻啊 是啊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卫星司机发来电报了 他向苏联方面求援 万一美军跨过了三八线 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直接地基于军事援助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 万一局势恶化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 而苏联方面呢 提供空中的援助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 我们不管 过了三八线 我们就一定得管 大意见 总裁马克asser 是吧 是吗 是那场的成立 就是你个人的决定 是法院和法院承诺的 承诺你 我能够把这些抗力 承诺的抗力 但是我也是 大阳队的主任 总统 您是否宣布的收入沟一周前 当第一次战争还在行? 你知 当时 这些不想象的事 在战争 我告诉你这个 昨天 我在首席的建议 在首席的建议 公司 正式负责 国家回到政府 国家的国家 Soul is starting to restore its vitality